橘子 我們就找 你們兩個 應該要親親相愛好嗎 好 那親一個 全部 全部帶走 今天要帶來的 就是他最擅長的模仿 蔡總統國政務報告 Yoo 辣台妹 辣台妹 Yo 辣台妹 辣台妹 Yo 辣台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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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o 我是辣台妹蔡英文 小英總統蔡英文 今天呢 歡迎各位來到我們 小英總統的國政報告 但是我今天呢 想要用一個比較輕鬆的方式 來跟大家 好好地聊聊天 最近有一些人說 他在賣水果 他說 但我覺得 這樣的行銷水果方式 非常的不治 我覺得最好的行銷水果方式 就是要加入流行歌曲 我們就可以把水果 放到歌曲裡面 比如說 有一個東西叫做 是嗎 多麼痛的蓮霧 你從事我的全部 是不是 大家就記得蓮霧這個水果 那再來呢 如果是 木瓜的話 木瓜台語是什麼 木瓜 木瓜我們就找 田霧真來代言 你是木瓜中 都天使休憩 都不是水的水 這樣的話 這樣大家就記得 木瓜啦 那再來呢 如果是橘子呢 橘子 我們就找 蕭黃旗來代言 是不是 OK 大家就記得 所以歌曲結合這個水果 讓人民能夠更加的了解水果 另外呢 我想要告訴大家 我其實不像大家所覺得 我好像很不親民 好像是個宅女 其實呢 我很愛護小動物 我養了兩隻貓 三隻狗 三隻狗 不是新北市三隻的狗 是 三隻狗 沙甲 好 那今天呢 我帶了我可愛的兩隻小貓 牠們是 蔡翔翔跟蔡阿彩 牠們都非常的可愛 而且平常都非常乖 來 翔翔 跟大家打個招呼好不好 冷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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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在 你不要這樣子暴衝好不好 好 乖乖乖 那阿彩 那個翔翔現在很失控 換你跟大家打招呼 你們兩個太讓失望了 你們兩個應該要相親相愛好嗎 好 那親一個 沒霧 帶走 好 其實呢 剛剛那個貓蠻失控的 很多網軍對我有一些不滿的聲音 我每次說了什麼話 網軍都會有話可以說 那比如說 我說我如果放假的時候 網軍就會在這邊留言說 你睡了一整天 一整天要告你 你看 這種無聊的嫌疑梗 再來我說我睡了一整天 要出去曬個太陽 然後我就看到何許的陽光 有感而發說 他們就會說 陽光照是誰 再來呢 重點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太陽那麼大 如果在太陽底下那麼久 太陽很烈 我恐怕是 網友就會說 所以他們是真的非常無聊 雖然有人說我是一個宅女 好像都沒有朋友 其實呢我的朋友在植不在亮 所以呢 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她是我的高中同學 她是在台南的後甲 她非常的有名 她叫做 當我唱出來 大家就知道了 她是台南後甲的 何亞娟 好吃的何亞娟 好吃的何亞娟 Yeah 好吃的何亞娟 好啦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邊 好 下一次 我們在做總統評教的時候 記得接起電話 小英總統 蔡英文 謝謝大家 一 二 二 天 一 二 天 一 二 天 厲害 來 而且是生理老師的 隨父應該有加到分 有 很厲害 可以說 對 在整個靈魘 在這邊 靈魘 也怪 這也是我們工作人員 我們的工作人員 這個班倒數 他老是演隨腹的原因 因為他老是猜拳猜輸 對 直接拉到鞋 你就這樣子 感覺怎麼樣 對 他的表演一直被那兩片窗簾所干擾 但是就是他前面有很多的那種 諧音的那一些哏 其實都還滿有趣的 如果要建議的話 那只是說就是說 可以再 就算了